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应该如何正确追星 王一博粉丝自发捐赠物质助力上海 传递正能量 近日,王一博把发出几张王一博上海粉丝团捐赠防疫物资助力抗议的照片 粉丝们募集并及时运输 把防疫物资均定向对接到志愿者们手里 用自己的力量和行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现在防疫物资均定向对接到150 志愿者们手里 都是些及时顶机解渴面包饮料 目的就是希望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志愿者们 什么是偶像 大概就是你身上有我想要学习的美好品质 当我感到畏惧或想要放弃时 看到你便可以给我提醒和力量 不知道大家可还记得去年河南遭受了百年一遇的洪灾 韩洪公益在第一时间赶赴救灾现场 王一博作为河南人 第一时间选择了与组织一起奔赴救灾 韩洪公益公布各明星捐款名单 王一博也是位列个人捐款榜第一 数额高达330万元 如今 王一博粉丝从王一博身上学到助人为乐 愿意为他人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难道不是很赞 偶像 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太阳 照耀着我们前进 是一颗美丽的火种 燃起了我们青春的火焰 激励着我们阔步成长 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指南针 追逐偶像 就是在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 是一颗美丽的火焰